这时候大伙对咱家牛仔还没有印象哦 没有是吧 就是那个一看下就像咬我的那个东西 但是 仅时不同网日了哦 这个王爷 这个王爷给我盘乖了 他现在 他现在都已经不吃人了 你看我现在拍他那么久 他都没把我给吃掉 是不是特别的乖 这王爷之前我一碰他 他就疯狂咬尾巴 然后顺带还喷气 现在的话好多了 盘多了之后呢 他现在都不喷气了 也不怎么咬尾巴了 虽然说我现在上手动作有点小小的拘情 但是 这都问题不大 因为他现在暂时就已经不太想咬我了 这样的话无论我怎么盘 我只要不做出格的事情 诶他就不咬我 总的来说还算是不错了 只要不咬我就已经很给我面子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 牛蛇盘起来的手感的话是确实挺不错的 虽然说他灵片没有王蛇跟玉米蛇那么的光滑 但是 但是他够大只呀 我手上就要玩意 他并不是压层铁 他只是一条出格两个月的苗子 你没有听错 出格两个月 他才两个月大 他就已经有这个体型了 所以盘牛蛇的话 一定要趁早 晚了的话 你可能就打不过他了 这个玩意大成体能有个两米 然后有个四五斤重 两米 两米什么概念呢 有个例子 我现在的话是一米七五 我蹦起来的话 可能就差不多有两米高 然而这个玩意他能长了两米多 虽然说 虽然说他体重不是特别的重 最大体重的话可能也就四五斤左右 但是 就是给一条四五斤重两米多长的东西 咬上一口的话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了不扯别的了 咱们说回咱们的蛇 这一条蛇盘起来 说实在话 不是特别的过瘾 所以 咦咱们再来加一条 把老公也带上 这样子盘起来的话就过瘾多了 顺便让这两个小家伙 提前适应适应彼此 这样子以后他们繁殖的时候 就不会显得那么的陌生了 诶等一下 那这个蛇都是什么阿亲啊 那这条小公司 岂不是开心到飞一起 刚出生不到两个月 房子 老婆 都已经解决好了 而且还包吃包住 这 这看到我都有点羡慕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两个小家伙今天怎么那么乖啊 盘着我手上都不带动呢 平时还要尾巴喷温气 今天 动都不带动的了 特别的乖 特别的配合 就很不错 就很棒 而且录起来的手感还特别的舒服 但愿这两个小家伙的脾气 能一直那么的好 毕竟这两东西撑地之后 我是真的打不过他们 这两个小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